台北市長柯文哲日前多次議員 四月疫情可能要爆發 大家要小心 屢屢遭到綠營 台北市議員徐卓痛拼 你這是在製造人民恐慌嗎 但眼前的確問題來了 台灣本土意識多點爆發 而台北市今天也新增三例本土確診個案 讓外界直言還真的預測成真 而對此柯文哲則大算 綠營議員不要政治凌駕專業 多次強調不要政治凌駕專業 柯文哲話說得好酸 因為他四月疫情爆發的預言 被議員諷刺會破功 四月疫情有可能反覆 特別是這樣 入境的隔離時間在縮短 市長你管管你自己的嘴好不好 疫情會不會在四月爆發 取決於我們現在邊境防疫要多嚴格 如果是我來決定的話 恐怕將來要縮減的時候 如果要更保守就是 不要一下子說十天降七天 因為十天變九天 九天變八天慢慢降 預言主見成真 柯文哲心中恐怕也是五味雜陳 畢竟誰也不樂見疫情在爆發 尤其台北市也難逃確診案例 我們台北市有三例的本土案例 台北市公布三例本土確診 案23022曾到過銀河小池店 是基隆個案的接觸者 案22952是新北個案 22741的朋友 CT值只有14.86 案23024 則是桃園大潭發電廠的確診者同事 三月二十七號被公司召回裁檢確診 目前臺灣社會已經開始有負面感染源了 所以這社區感染是一個存在的事實 不只出現本土個案 危險設足跡也入侵台北 春天疫情多點爆發之下 中央地方可得盡快合作 全力防堵病毒擴散 記者 陳明華 陳明珍 台北怎麼到